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思想 你我自由吗 自由是不是我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 是真自由呢 加拿大书第五章 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我们看起来都很自由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我们穿的鞋子 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生活用品很丰富 我们可以有的生活享受 社交 网络 看起来很自由 但我们仔细想一想 这一切的背后 是不是如果没有穿这个鞋子 没有这样的衣服 没有这样的配备 我们就不属于这一个团体 过去在保罗时代 他们相信这些律法 这些的规条 是他们必须遵守 到今天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这些生活用品 是不是变成另外一种 规条律法让我们不自由 我们看起来 可以做很多的享乐 但是我们背后是不是在放纵自己的情欲 满足自己想要 而被这情欲控制 不能不上网 不能不喝酒 不能不做这些事情 满足自己 这是自由吗 而我们却看见 有另外一个自由 在《详诺》台书第五章 让我们看到 不是规条 不是符合一些的外在的条件 而是在基督里 我们得自由 耶稣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自由 并且是在圣洁爱人中得自由 我们不是顺服情欲 放纵情欲 我们乃是顺服圣灵 贴出圣灵的果子 仍爱喜乐 和平仁耐 恩慈良善性 是温柔节制 在圣洁爱人中 才有真自由 我们来祷告 或救助帮助我们 不羡慕 这个地上 仍以为的自由 让我们追求在基督里 圣洁爱人中的真自由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